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 我是梁煙成 和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美國也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新聞 小的新聞 就是在紐約州 有對父母覺得兒子30歲 又不做工 天天留在家裡 你就要扔他走 他又不肯走 以前年輕人就離家出手 想自己獨立 現在不是 每個人出去找不到工作 又沒有地方住 很快就回家 他的兒子曾經出去住過 一年半的他找到工作的時候 高中畢業就找到工作 之後就被裁員 就沒有了 回家住一樓八年 無所事事 父母就受不了兒子 無所事事 要他走 他又不肯走 發了信給他走 他都不走 還給錢他走 都不肯走 最後 他就唯有通過法庭 通過法庭 通過法庭 逼他走 所以這個兒子 當然被迫要搬走 但這件事就顯示了 今天美國家庭的問題 現在根據一些統計 其實美國那些人住回家裡的情況是多了很多的 美國本來是一個相當重視自我發展的獨立形態的文化 但現在由於樓價太貴 還有做工不是那麼容易 還有下一代不是那麼奮進 好幾樣形成的因素 令到美國人 即是後一代 很多都變得懶惹惹的 又不是太多做事的 學歷又不高 很多都不是努力奮鬥 其實這個正是需要美國 我經常多年都說這件事 美國對自己的文化 需要有些反省 美國是一個高度自我中心的文化 他走那種自由主義的道路 人喜歡做甚麼 人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美國這種文化 過去呢 當然在經濟發展好時 每個人都可以出去自己自立 但現在經濟不是以前那麼好的時期 家庭又貴得不得了 開始每個人都要瘋回家裡 瘋回家裡不是壞的 如果他真的有家庭 香港人、中國人、台灣人 其實都是一家團聚是一件好事 但他瘋回家裡之後 他不做事呢 這個大問題 原來這一代的人 好像都不是一個很奮鬥型的 但是下一代 好像我們這年幾 每個人都經過奮鬥 達至終於有某些成果 有某些成就 奮戰出來的 但是現在下一代 不止美國 其實是 在亞洲 先進一些的亞洲地區 下一代都是很懶惰的 因為每個人都 長大的時候沒甚麼艱難 又有自己的房間 又有很多玩具 又玩慣那些互聯網遊戲 但是如果他出去面對世界 是缺乏那種面對世界的能力 或者勇氣 他們喜歡自己孤獨 因為只要孤獨 都不怕的 你知道互聯網玩 你就可以很孤獨 不同人交往 又出去其實 又不懂得跟人交往 這就是今天美國的一個嚴重問題 不止美國整個西方 以及所謂先進的資本諸世 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家庭其實是沒有建立真正的倫理 整個文化 現在西方自由主義的文化 又缺乏一種內在那種精神動力 好像他們早先那種清教徒精神 是有精神動力的 現在那種精神那種道德那種奮進 就似乎已經荡然無存了 怎樣回復他們這個文化 這些族裔興起的時期 那種的奮鬥性真是廢殺思量